翟吉宋是国内著名的物流公司之一,成立于1994年,创始人陈平,1994年,陈平怀扯30万回国创业,与兄弟在北京一间小破屋里成立了北京双城快乐有限公司,也就是翟吉宋的前身,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明年快递企业。 截至2004年,在吉宋总资产达到2亿元,员工8000名,车辆1500台,年货物周转量3200万件。 在2003年中国成长企业百强排行榜中排在第四位,但是,在吉宋发展至今,已经不再有往日辉煌。 2009年,陈平自立模糊,创建了姓陈吉宴,但最终因经营不大,已经在2012年宣告倒闭。 陈平这个快递鼻祖,也似乎在快递行业销声匿迹了。 为创业暂显,三年不简移刺头的快递鼻祖,1959年陈平出生于湖北天门,他的父亲陈万林是一位老革命。 青年时期的陈平,曾在二哥陈东升的资助下,远赴日本留学,正式在日本。 陈平第一次体会到了日本宅吉宴,为生活带来的便利,萌生的回国创业的想法。 为了摸清日本宅吉宴的经营之道,陈平开始在各个便利店打工,不出三个月就搞清楚了其中的门道,想要创业就得有资金。 陈平边学习边疯狂打工,为了省钱,他在日本,三年从未在外面剪过头发。 当时妻子跟生完孩子跟着他在日本生活,他们一家从没吃过不打折的菜。 他的启动资金三十万元就是这样攒下来的。 北京哥哥提出局,公司更名宅吉宋。 1994年,陈平怀揣30万启动资金回国,和两个哥哥一起在北京创立双成快运公司。 公司启动初期,经营十分艰难,毕竟当时的中国连快递这个概念都没有。 为了招揚生意,陈平开始在报纸的小广告中招活干,帮人接送孩子,换媒器挂,搬家,什么活都干。 陈平深知,要是公司一直这样发展,迟早完蛋,于是灵机一动跑去日本拉投资。 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了,日本一家月输公司,给了陈平180万的投资,公司这才慢慢走山正轨,一些大公司的订单蜂拥而至。 发展至1997年,陈平的快递公司规模越来越大,在全国成立了7家子公司,有198个网点,营业额突破了2亿。 但是随着公司壮大,各地的分公司开始有脱离的趋势,陈平慢慢发现自己的控制权正在流失。 即便是自己的亲哥哥,也屡次推翻自己的决定,甚至上海的分公司,由于给予脱离陈平的管理,老总自己都亲自交了辞职信,为了让情况不再继续恶化。 陈平很下心,强制收回了旗下的分公司,也将公司更名,为着急送,顺丰横空出世。 陈平欲收购却未成功到了2007年,加急送的营业额比已经突破13亿,员工近半年,覆盖了全国300多个城市,成为快递业名服其实的老大,直到顺丰的横空出世。 众所周知,顺丰是快递行业的一匹黑马,与着急送不同,顺丰主打小件物流,在短时间内营业额就超过了着急送,这让陈平有些接受误了,于是放话要将顺丰收购。 不过结局却是,连顺丰掌门人王位的面都没见上,就被拒绝了。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到了顺丰的刺激,之后,陈平开始对扎吉送,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 大批的招人工买货车,还与美国华平投资,签订了三个亿的投资协议。 不想天有不测风云,美国次贷危机爆发,却拿不回来。 宅吉送开始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大难题,而一意孤行要改革的承平,成为了众矢之地。 陈平最终选择离开了奋斗15年的宅吉送,将宅吉送交给大哥陈贤宝,自己又踏上一条二次创业的道路。 二次创业,获得马云7000万投资,出走宅吉送了几个月后,陈平创立了星辰吉变。 这时的陈平,已经50岁了,公司成立之初,一切都很顺利,甚至在不久后,就获得了阿里的7000万投资。 陈平也对星辰吉变,有着美好的期盼,但没想到的是,陈平虽然瞄准了淘宝这块大蛋糕, 但他入局已经比别人太晚了,电商的高速发展,像是通义的愈发壮大,而陈平还在艰难摸索。 之后的一段时间,星辰吉变的财务报表都处于亏损状态,直到2012年2月,星辰吉变宣告倒闭, 而陈平这个快递行业交付,虽然第一个吃到了螃蟹,却很遗憾没能成为行业的长青树,最终落幕离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